代表演唱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愛 像一朵雨 情 像一陣風 愛 引起深 去 因為心 打開思念的門 只找不到 漂亮永恆的門 愛 像一個吻 恨 像一個針 愛 以為單純 恨 因為當真 多少 動人的笑 只會暗示 無奈的一生 每個 飄盪在紅塵的人 都在尋找另一半靈魂 先別說 我是你要追的夢 或許我 注定要害你一生 每個 飄盪在紅塵的人 都在尋找另一半靈魂 先別說 我是你要追的夢 或許我 注定要不負一生 每個 飄盪在紅塵的人 都在尋找另一半靈魂 每個 飄盪在紅塵的人 都在尋找另一半靈魂 拐彎 楊真棒 四位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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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楊好 一家還在忙著 你們進去吧 好 我先走了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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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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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楊 你怎麼來了 幾天不見 楊楊 想請你吃頓飯 走吧 楊楊 哇 這麼漂亮的東西啊 送給我的 嗯 鑽石的吧 是水晶的 我覺得水晶比鑽石更適合你 這麼珍貴的禮物 要花很多錢吧 來 戴上試試 嗯 不錯 我就知道這東西適合你 謝謝伊紫瑋 等會兒 這麼多錢 哪來的 別緊張了 是我掙來你的 你幹什麼活能掙這麼多錢 蘇維 你是不是又去 你是不是又要說我賭博了 沒有 沒有 對不起 蘇維 我不是這個意思 算了 算了 實話跟你說吧 我接了一活 這些是定金 你接什麼活 付這麼多定金 蘇維 你是不是又接裝修的活了 是又怎麼樣 我接裝修怎麼了 我不就是為了讓你生活好點 讓你少受點累 我這麼想錯了嗎 蘇維 你聽我說 我知道你是為我好 為這個家好 那不就行了嗎 可是 我還是不希望你再去搞裝修了 第一個原因就是 我不希望你再跟那些人混在一起 第二個原因 我最近工作很忙 壓力也很大 我希望你替我想一下 我現在需要的 不是錢 而是工作 是自尊 你要自尊 你要自尊 那我的自尊怎麼辦 我一個大男人 天天窝在家裡頭 接孩子買菜 洗衣服做飯 還畫那些厌俗無比的商品畫 這些都不說 我還看著自己的老婆 跟舊情人出雙入對 我還得裝作視而不見 你以為我心裡頭就那麼舒服 我告訴你 蘇維 我和陳子安之間只是工作關係 我們倆之間的事 我希望你不要把別人扯進來 你以為我就那麼愛扯別人 是別人扯著我 你要是想扯開 你怎麼非得抓到這份工作不放呢 你看你現在這個樣子 多投入啊 早出晚歸 風雨無阻 我他媽都拿了夢 這八年你不都是這麼過來的嗎 怎麼陳子安一回來 你就想起要工作了 要自尊了 你憑良心說說 這八年我限制過你什麼 這一切不都是你造成的嗎 怎麼能怪我呢 蘇維你坐下 我跟你說 我已經不那麼年輕了 上海就這麼大 可夠我選擇的機會就這麼多 那你說我應該怎麼辦 我是一個有家有孩子的人 我自己知道應該怎麼做 你當然知道你應該怎麼做了 為了孩子 你就應該跟陳子安重新和好 你們一家三口幸福團圓 不是更好嗎 你把你剛才說的話再說一遍 我沒有什麼不敢說的 從我那天見到陳子安 我就知道 這家裡我是留不住了 我是個什麼東西 一個賭徒 一個沒本事的人 處處讓人家瞧不起 可人家 那是個科學家 一個大經理 又嗡嗡兒啞 何況你們本來就沒有在一起 是誰的東西還給誰 不是更好嗎 你現在怎麼變得這麼混蛋 我是個混蛋 我就是個混蛋 我是說混蛋掉到醬油 我是個大混蛋 你最好離開我 你咱們離婚行不行 不行 我跟你說了多少次了 離婚兩個字 不能在這個家千語說出口 少講個假設裝聖女了 離婚怎麼了 那麼多人不都離婚了 不都過得好好的 你怎麼就那麼害怕離婚 我知道 你是怕破壞你的生活理想對吧 怕傷害了你的道德感對吧 我知道你有道德情節 一輩子就接一次婚 嫁一個男人 白頭做老過一輩子 我就是這麼想的 我這麼想錯了嗎 沒錯 你還能有錯 蘇偉我明告訴你 我們好不容易走在圍牙 無論如何都要珍惜這個家 你要是珍惜 你要是珍惜 絕不是這個樣子 我也告訴你 我早就煩你了 你知道你有多煩人嗎 天天跟個道德開模似的 跟知情姐姐似的 都不能就跟人上課 什麼理想啊情仵啊 信念啊自律啊 人生價值啊 你看什麼都不出現 這個不能說那個也不能說 嘴裡老是對不起 是謝謝 其實你總想控制別人的感情和生活 我跟你在一塊 一點兒激情都沒了 我他媽就像一老頭 就像一個木乃伊 我要的是一個游血游肉的妻子 我要的是一個能跟我一起同哭 一起快樂的人 我不想要什麼人給我天天上課 天天來煩我 我要是想高尚 我弄一流活的拉像擺著 我要一雷鋒的花像我掛在那兒 他們哪個不比你高尚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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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餅乾的時候白白整齊 省著盤點的時候你還得查 我跟你說了不去不去 你還有完美嗎 一家 我還以為林全埔呢 你怎麼了 一家 我早就看出來了 宿偉不是個好東西 就是個狼仔子 你養在家裡 現在開始咬人了吧 對 你說我這人真的很糟糕嗎 我是不是講的讓人受不了 你呀 你最大的問題就是人太好心太軟 喝口水 可是為什麼八年前陳子安就說我身上有賤氣 八年後蘇偉又這麼罵我 我到底錯在哪兒了 你聽他們呢 他們兩個什麼東西啊 一對王不淡 傻瓜笨蛋 有眼不識金相遇 你說女人是不是應該專橫自私 動不動就撒野放雕 追著男屁股換我們要錢 得誰跟他撒嬌才對嗎 你要真能做到這點 那就對了 你沒聽人家說 女人不壞男人不愛 男人是什麼東西啊 見骨頭 這那是公司 你沒聽不懂 我沒有聽不懂 家裡的人不見 Nine 我沒有聽不懂 他已經到處了 心中 你不停 我不停 有種人 是 我就是个混蛋 我就是个混蛋 这八年当中 我都把自己变成一个家庭妇女了 莉莉 你现在根本不知道我的处境 陈子安 费了那么大的力气 才说服老板让我进了公司 可是干什么也干不成 人家当我的面骂我 我也只能听着 我把自己的脸都丢尽了 事情已经到了这步 你也不用多想了 我觉得 你首先应该把自己的事业搞好 把杨阳交给我 我帮你带着 我真不相信 离开这些男人 我们就活不了了 谁找我 我 你下来 你下来 苏伟 你说咱们以前算不算是朋友 行 你知道什么呀 你干嘛说那么重的话伤他呀 你以后让一家怎么活呀 那你让我怎么活 我他妈都成上海传一大笑话了 你知道不知道 我替人养孩子 替人背黑锅 人家已经还乡回来 我就得公说把老婆孩子让出去 你说这世界上有那么好的事吗 谁让你让出去了 罗一家要真想跟陈子安好的话 他为什么不把杨阳的事告诉他呀 这里包不住火 迟早的事 得了 你这些都是借口 其实你早就想好了 想离开一家他们 我是又怎么样 你就没良心 一家当初花那么多财力精力去救你 就是救了个狼崽子 孤立 我请你以后不要再提这事了 你们要是觉得当时救我救错了 救一刀把我杀了 我背这笔感情战已经背了整整八年 还要让我背在什么时候 你怎么不是人呢你 我怎么就不是人 苏伟 我没看错 你呀就是个狼崽子 小姐 找您的钱 小伙子 谢谢 给我再来一杯咖啡 如果我没有提错的话 这已经是您要的第六杯咖啡了吧 我的意思是说 咖啡这个东西喝多了不好的 会伤胃的 你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个 替顾客着想 这是我们的责任 责任 现在的社会 还讲这个吗 不是比谁狠 比谁恶劣 比谁敢玩吗 对不起 如果您不喜欢我的服务的话 请不要介意 请不要吝点赞 我来不见 我来不见 有一个量的 我来不见 知道了吗 我来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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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小姐 我很不愿意说 但我必须告诉你 我已经等了你两个多小时了 您是不是可以买单 走人了 我这店要关门了 不走 我告诉你 我是你的顾客 顾客是什么 顾客就是上帝 上帝 懂了吗 你为什么 要翻眼睛呢 你翻眼睛的时候 很不好看 女人应该笑 女人笑的时候 比什么时候都有力量 你又翻了一下呀 这是本店的拓色吗 你在酒单上没写呀 我还就告诉你 我没有喝痛快 我就是不走 神经病 给我回来 给我回来 你没有病量那么小声啊 你可以大声点啊 神经病 我都去给你骂我什么了 神经病 谁是神经病啊 我告诉你 我们两个人之间 有一个人可能是神经病 但是这个人肯定不是 我 大姐 你没生气 你先坐一会儿 我给你倒杯水吧 小姐 你喝点水吧 请我两块点心吧 这是我送给你的 谢谢你 小伙子 不客气 你长得挺帅的 知道吗 谢谢 你说 在这个世界上 做个好人幸福 还是做个坏人幸福呢 我想 是做好人幸福吧 以前 我也觉得 做个好人幸福 可是现在 我突然觉得 做个坏人 特别的痛快 你根本不需要 克制自己 要不 怎么有个电影的名字 就叫做 坏蛋睡得 特别的香 深刻呀 能告诉我 为什么要送给我点心吗 我看你在这 五六个小时了 我想你一定饿了 就这些 你喝了很多酒 还有咖啡 胃里会觉得不好受 谢谢 我可以再问你一个问题吗 好 你看我今年 都三十五岁了 我有丈夫 有孩子 不那么年轻了 如果我在街上 骑一辆很旧的自行车 通头购面的 去菜市场买菜 你会看我一眼吗 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自从我走进这家店开始 你对我印象怎么样 我觉得你这个人挺有意思的 可是刚才 我的行为很恶劣 很坏的 是不是女人坏的时候 才有魅力啊 我觉得你刚才 那不算是坏 算是有个性的 那你怎么区别 个性和善良 这两种东西呢 这个问题 我没仔细想过 不过我觉得 善良 是一个人的天性 而个性呢 是一个人的标志 不过 善良很容易被人忽略的 你今年多大了 二十五了 谈过很多女朋友吧 我没谈过恋爱 为什么呀 你这么帅 现在的女孩都很现实的 我没什么钱 所以没有资格去谈恋爱 你心目中 理想的对象 应该是个什么样子呢 善良 还要有个性 像你这么大的男孩 是不是都这么想啊 我想是吧 也许有些人谈过很多恋爱 会被女孩子 表面的漂亮所吸引 不过到最后 都会想找一个好女孩来结婚 是这样 谢谢你小伙子 我打扰你的时间 实在是太长了 我想我该走了 帮我结账吧 小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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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上车 你干什么 你到哪儿去了 你快跟我上车吧 我找了你一晚上 你怎么老是要人找啊 找我干什么 我是一个笨蛋 一个傻瓜 一个白痴 一个干什么也干不了 都是为宗臣的人 小伙子的人 宗臣的人 宗臣的人 结果 理想 理想 这么多啊 这么大的雨 可危险呢 在这个世界上 最危险的是这儿 人的心 你只要从那儿逃出来了 你干什么都破了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你告诉我呀 我不会告诉你的 我什么都不会告诉你的 我做了八年的好人 我冲出天人找家 我现在 下冲就走走 这个要求 不过分吧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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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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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里还有种安慰 你跟苏伟那么相爱 即使我是不幸的 只要你幸福就可以了 可是这次我回来 你的样子真的让我大吃一惊 以前那个冲劲十足 活不开朗 有主见的罗一家到哪儿去了 怎么变成一个低眉顺眼的小妇人 你不用说了 我心里还有一句话要问你 你为什么做得那么绝 你为什么跟苏伟那么快就有了孩子 我想不通 我怎么也想不通 你是要弃我 可这不像是你要做的事 你别说 丁小平这件事是我不对 我不是故意要瞒你 我本来就要告诉你 你不用说了 这件事在我心里都想过一千遍了 我知道你那天 要对我说什么 好 我不说了 那你再听我最后一句话 婚姻这种东西 本来是让人更幸福的 如果不幸福 就不要连强自己 守着一种死掉的婚姻 不是美德 是堕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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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晚了 你干嘛去了 那我先回去了 陈子 我想跟你说几句话 别以为有钱有地位 就可以对别人的老婆 为所欲为 你看清楚点 那是我老婆 这儿是我的家 四伟 你别误会 我误会 你还没离婚呢 就跑出来纠缠别人的老婆 你以为你是谁 你要这么说 可就没意思了 什么意思 四伟 你怎么回事 放开 回来 你放开 放开 放开 陈专 你以为其他女人都是给你准备的 你不要连你 王八蛋 离婚 我要离婚 这种日子 没法过了 好啊 怎么这么快就想通了 昨儿不是还跟我装圣女 说了一大堆不想离婚的话 今儿就改主意了 随便你这么想 随便你这么说 反正我就是要离婚 明天就去 陈专家 离婚这两个字 在咱们家是不能轻易说出口的 滚 很抱歉 我又改主意了 我现在又不想离婚了 我替他养了八年的儿子 替他顶了那么多年的麻烦 他现在要把我的生活全部拿走 没那么容易 他要是有本事 就来跟我争 我他他奉陪 陈姜 上车来 我有话跟你说 陈姜 你跟苏伟准备怎么办 我今天叫你出来 就是想问问你 我们还能不能重新开始 子安 我和苏伟之间的事情 我自己会解决的 我跟他的婚姻 的确有问题 他那天说的话 也是气话 我希望 你不要为这件事情 有什么负担 你不必为我承担什么 不 你讲 你误会我的意思 我这么做 不是出于责任 是感情 你知道我对你的感情 子安 你的意思我明白 可是 我和苏伟之间的事情 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 希望你给我一点时间 行吗 有什么难的 既然决定放弃了 有什么困难 我们一起承担不好吗 好吧 我也不勉强你 我也不勉强你 我知道你有你自己的原则 不过 你记住我的话 我们俩本来就应该在一起 不管有什么困难 我们都要一起往前走 好吧 说什么 你俺说的 你来 你来 你去吧 你去吧 我去你去吧 你去去吧 你去去吧 我去去吧 你去吧 别说守身如玉 我就是要让你找不出跟我离婚的理由 如果我不幸福 那谁也别想幸福 伤害我不回 回我绝对不离 只可惜 人家早就嫁人了 你看清楚点 那是我老婆 我和苏伟之间的事情 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 希望你给我一点时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不是一直不愿意和我一块来看丁丁吗 怎么今天把我约到这儿来了 我想当着孩子的面 说说我们的感情 把我们的事有个了断 做很早的时候我就知道 我们会有这一题的 过去的恩怨就不要再提吗 孩子活着的时候 我们就总是拿着他的面吵架 现在还睡着 别再去打搅他 妈妈好吗 挺好 你的工作怎么样 也挺好的 见到罗一家了吗 我们现在在一起工作 他有孩子吗 有了 多大了 七八岁吧 你告诉他丁丁的事了吧 他是不是特别同情 他这个人 就是特别愿意同情别人 我现在算是知道了 善良 其实是女人最有力的武器 可惜我当初不懂 你现在懂了也不晚 丁丁已经没了 我也不想懂了 我们能不能不提孩子的事 你什么时候出院了 你着急了 你来找我 试探离婚的事吧 是 要是我不答应呢 你会答应的 谁告诉你的 罗一家 罗一家离婚了吗 没有 那你着什么急 这是两回事 你应该清楚 我们已经走到头了 明天是丁丁的生日 他该八岁了 你怎么不和我争 原来只要说到丁丁的名格 你不总要和我争几句吗 我明白了 你现在天天和罗一家在一起 用不着私了 怎么是这么一个女人 我怎么了 我不好吗 我死心塌地的 跟了你这么多年 我不对在什么地方 我不过是想和我爱的人 在一起过日子 我错在哪了 阿平 你没有错 可我们的婚姻是个错误 我承认 这八年我对你不好 可你还年轻 你应该明白 我们俩的感情走到头了 你为什么还要守着 这个婚姻的空壳呢 思思的死 难道还不能让你清醒吗 你这样纠缠下去 有什么意义呢 子安 我们结婚八年 你还是第一次 这么靠得近和我说话 为了这个 我要谢谢你 我明天就要回上海 走之前 你能给我个答复吗 我发现你变了 变得有主见 是罗姨家教你的吧 我现在还不能走路 离婚的事 慢慢再说吧 等我回了上海 好吗 我们是在上海结了婚 如果要离婚的话 也应该回上海 对不对 我现在还能回上海 你给我看这报纸 什么意思 主人让装修工 在他家里装了个暗箱 装修工就认为主人家很有钱 可过了几个月 装修工生活没了着 于是就想起了 这个暗箱 然后就跑回来 领熟人的身份 轻而易举的进了门 趁主人不在 杀了他 抢走了暗箱的东西 你说的对 报纸人是这么说的 可这事跟我没有什么关系 如果我们也让装修工 在主人家里装个暗箱 结果会怎么样 他这个人不可能去杀人的 有些事是可以想办法的嘛 那他不就是被陷进去了吗 不把他陷进去 难道要把你陷进去 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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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随便这么说说 行不行 那就要看你的决心了 但是我现在跟他闹得这么僵 怎么可能跟他说这事呢 这事就要看你的本事了 你 我来看看你 没事到穷小子开心的吧 你想到哪去了呀 没事我还不能来看看你呀 都这么晚了别干了 咱们出去坐会儿 别 有话在这儿说 别跟我那么客气 苏伟 其实我今天来 是专程向你道歉的 自从见到你以后 我心里一直不平静 我觉得我欠你的太多了 我过去 是做了一些不好的事 往事 不提 你别用这种语气 跟我说话好吗 我们过去毕竟是朋友啊 我希望你给我个机会 让我对你进行点补偿 真是事隔三日 得刮目相看 你好像变了个人 苏伟 我说的是心里话 过去的事就算过去吧 你不恰恰 以后大家还是朋友 那好 那我们现在还是好朋友 成 苏伟 帮我个忙好吗 我想在我的卧室里 装个夹层 在夹层里装个保险箱 不知道方不方便 收人钱财 替人烧灾 我帮你装 太好了 苏伟 谢谢你啊 不客气 苏伟 不过做这个事 你一定要自己亲手动手 不要让任何人知道 那我就先走了 那我就先走了 好 你放心吧 好 一切我都会弄好 好的 你好 你们聊 我先走了 我逃得出你的天空 却走 走不出自己的心理 你的吻 还留着昨夜的芬芳 我的心 却在今夜的雨中冰冷 我逃 逃得出你的今生 却走 走不出前世的缘分 忘不了的 是你那动人的笑容 已不起的 是我们如何分离 错爱的苦是瑟瑟的滋味 真爱的伤痛无法追悟 错爱的苦是瑟瑟的滋味 真爱的伤痛无法追悟 错爱的苦是瑟瑟的滋味 真爱的伤痛无法追悟 错爱的苦是瑟瑟的滋味 错爱的苦是瑟瑟的滋味 真爱的伤痛无法追悟 我逃 逃得出你的天空 却走 走不出自己的心理 你的吻 还留着昨夜的芬芳 我的心 却在今夜的雨中冰冷 我逃到你 我逃 consultant 我的心 却illes 我逃到你 我逃到你 感谢观看